师傅我很喜欢灌胶 但是灌胶以后怎么除胶 我上次用手搓把手都搓坏了 灌胶可能用有机刷的比较多 刷国套啊 我觉得外套你就没必要去灌 灌多了这个胶皮容易撑坏 国套除胶的话 那个胶水如果太成就了 是比较难除 那么你可以选择什么方法呢 可以用无机胶水 或者除胶剂 除胶剂其实和无机胶水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除胶剂的浓度 更强一些 对吧 你把无机胶水均匀的刷 刷一个两到三遍左右 如果比较稀释的话 这个胶水比较稀的话 要刷三到四遍 然后用吹风机吹干 每刷一遍吹干 重复的刷四遍 然后把这个膜带下来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呢 如果是薄套的话 色套这种外套 蛋糕海绵的我不建议这样处理 如果是薄套 海绵孔比较细腻的 这种薄套比较硬的海绵 你可以用什么呢 搓澡精 这种平常洗澡用的搓澡精 在上面去反复的擦一下 加一点肥皂的泡沫去擦 也可以除下来 用这种方式 但是呢用搓澡精这样搓的话呢 可能对海绵会有一定的损伤 可能会有一点点 毕竟你有水分嘛 你有了水以后 这个水分进入到海绵里面 多少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也可以把它除得很干净 这是两种方法 除胶的 然后除胶的教学视频呢 最新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拍 后续会把它放到乒乓网上面 大家可以直接用乒乓网的 这个无极胶水 去进行除胶 我们的无极胶水的浓度 是一般无极胶水的五倍左右 我今天还专门测试了 就是把我们的无极胶水 1比5的比例对水 对1比5的比例 对这种自来水 然后再来刷胶 一样也很好用 就稀释了以后 一样也很好用 而且不容易起这种 什么球啊疙瘩啊 这种毛皮啊 就是干的这些东西 就不容易凝固在 这个海绵上面 其实更好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